今天来看的这个房子是我身后的这个豪宅了 它这个豪宅呢马上就要卖了 它是一个样板间来的 大概的价格区间呢在285万美金 好好的走进来看一下啦 这是在Southstone第一大社区 Breachland的一个全定制房样板间 它侧面的一个样板间已经卖掉了 也是包家具全卖掉的 现在卖的就是今天看到的这套 周围已经全部盖好了 邻居也都搬进来了 是很完善的样子 这个房子呢它在Southstone最好的社区 Breachland 环境真的是没得说 后面还是有湖景景观的 占地巨大 两万三千多尺的占地面积 所以院子超级的大 装修呢肯定更没得说了 样板间的装修谁还能比呢 因为它是全定制房 所以所有的装修都会跟您看到的 我们平常介绍的很多房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房子是一个一层半的房子 一层半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大多数的卧室都在一楼 所以呢这个房子在一楼有三个卧室 二楼有两个卧室 那这套房子 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 精致程度和学区它成了正比 很多的豪宅都不介意学区的 因为好多住豪宅的有钱人的孩子 那肯定是在私立学校上学的更多一点 可是呢因为它在Breachland这套豪宅 在全A的公立学校的学区当中 虽然你买豪宅也不一定让孩子上公立学校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您一下的 这个房子的学区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它的地税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因为Breachland的税率是3.3左右 那这套房子就算是做自住房的话 一年的税也要在五万到六万美金左右 那么税不知道会不会是你非常非常抗拒的一个点 当然了税率高就意味着政府有钱 警察有钱什么都会比较好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地方的安全呀 环境都是没得说的 那整体的这个房子社交属性也非常的好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所有的电影院呀 然后吧台呀都在一楼 进来这边呢就是它的主卧的位置 这套主卧面积并不是很大 在我们的风水当中有一个说法 这个主卧要聚气才是特别大也不太好 那我觉得这个就刚刚好 这个房子的洗手间也超级的漂亮 因为洗手间里面有步入式的淋浴间 然后它整体的装修呢 肯定是一个高端打起上档次 旁边呢分了男女衣帽间女衣帽间 所有的橱柜都是实木橱柜 全部都打造好了 光这一个橱柜人民币就要几十万 美金的话也要两三万美金 然后在旁边呢是一个男士的一个橱柜 男士的橱柜就相对比较小了 这非常能体现出来 不管是不是住豪宅 老婆的这个地位都是特别的高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事情 就是它的洗衣房 这个洗衣房呢 它配备了给狗狗洗澡的地方 然后 这边就是它的洗衣房的位置 这个洗衣房非常的大 还可以给狗狗洗澡 像这样的一个家装 一般情况下 大多数人可能是不会要的 但是谁让它是大豪宅呢 就是要搞一个高端奢华上档次 然后在旁边呢 你先停一下 你刚才不是来了吗这儿 没拍哪个里头 来进 这边呢就是一个吧台的位置 整个这个区块呢都是一个社交属性的区块 然后吧台旁边电影院电影院里面还有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是为了给外面的泳池 游完泳之后进来用的 然后再进来之后呢 穿过这边就会是另外的两个房间 两个卧室都在另外的一边 然后由于我刚才说了嘛 这个房子是一个一层半的房子 所以这个房子的大多数的卧室都在一楼 这边是透明玻璃办公室 您看到的所有的箱在墙上的这些橱柜什么呢 肯定都是完全包含在里面的 但是家具呢你也可以谈 如果你喜欢的这家具是可以谈一个价格 把家具留下的 现在呢是285万美金 包含了所有的家具装饰品 你现在看到的所有都会留下这样一个状态 从这边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看得到另外的两个房间了 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嘛 是一层半的 另外的两个套间也都在一楼 所以就在书房的旁边的这个位置 那这个地方就是两个卧室还在一起 每一个卧室都是套间 除了这个套间之外呢 我们在这个房子的楼上还有两个套间 它就属于楼下有三个卧室 楼上有两个卧室 但是全部都是套间的一个状态 这个房子所在的一个区域呢 是一个封闭式的社区 所以是带大门的 但是没有保安的 可是您不用担心 没有保安也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这个房子 这个区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区域 就是安全系数 各方面都是特别的顶尖的 所以你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上来之后呢 就是两个卧室 两个卧室都是套间 好像有一点平平无齐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卧室嘛 基本上就是放个床 放点家具一点缀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去这个房子院子看一下 因为它的占地特别的大 有两万两万五千多尺的一个占地 所以它的后院非常大 光这个泳池就是一个三千加轮的 然后再往外走 还有那么大的院子 一出来呢 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大亭子 然后旁边是它的一个室外厨房 整个院子都非常大 所有的花花草草啊 细节全都给你做好了 这就是这个豪宅样板间的好处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套房子了 你喜欢这样的一个大豪宅样板间吗 欢迎联系积极修斯顿地产 团队加微信或打电话联系我 我是修斯顿做住宅地产的积极 当然了我也做商业地产 您有什么需求的话 微信电话联系我啦 下期再见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Berry站整个社区的是什么感觉